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走进我的发现和日积月累 首先请你和学习伙伴一起读一读这五组字 边读边思考你都发现了什么 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发现吧 细心的同学一定还发现了 横线后面的三个字都包含横线前面的字 并且横线后面三个字的读音和横线前面这个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 所以这五组字都是形生字 在形生字中 形旁表意 生旁表音 带着这样的理解 请你再来读一读这五组字 想一想你又发现了什么 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我发现了巴这组字的特点 把 爸和巴这三个字的身旁都是巴 因为三个字的意思不同 所以形旁也不一样 把是提手旁 表示与动作有关 爸是父子头 爸爸就是父亲 口字旁的巴是个语气词 表示说话的语气 我发现了马这组字的特点 妈 马和妈这三个字的身旁都是马 妈是女字旁 妈妈就是女的 蚂蚁的马是虫字旁 说明这个字与昆虫有关 妈字左边是口字旁 表示说话的语气 同学们 你们还记得一年级下册小青蛙这篇课文吗 请你跟随学习伙伴一起读一读 小青蛙 河水清清天气晴 小小青蛙大眼睛 保护河苗吃害虫 做了不少好事情 请你爱护小青蛙 好让河苗不生病 课文中有这样一组字 请你自己读一读 想一想你发现了什么 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我发现这组字都含有青 这个字 并且这五个字的读音 都跟青相同或者相近 我发现这五个字的偏旁不同 字的意思也不一样 比如清水的青是三点水 这个字就代表跟水有关 晴天的晴是日字旁 就代表跟太阳有关 学习伙伴告诉我们 在行声字中 行旁表意 生旁表音 带着这样的理解 请你试着说一说 剩下三个字的行旁 所表示的意思 接下来 请你试着说一说 方和包这两组字 找一找这两组字中的 行旁和生旁 方这组字的生旁是方 放学的放 行旁是反文旁 房子的房 行旁是双耳旁 房字的房 行旁是护字头 包这组字的生旁是包 包的行旁是十字旁 包的行旁是提手旁 炮的行旁是火字旁 在行生字的构字规律中 也有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包这个字 向人怀着运 中间的部分 像胎儿尚未成形的样子 所以包的本意 是包裹被包围的意思 以包为生旁的行生字 有吃饱的饱 拥抱的抱和花包的包 吃饱的饱 左边是十字旁 表示与食物有关 拥抱的抱 左边是提手旁 说明与人的动作有关 右边是包 合在一起 表示用手臂围住 包子上面是草字头 表示与植物有关 包就是指花为开放时 包裹在花孤朵外面的 变形叶片 接下来 让我们玩一个 火眼金睛的游戏 请你打开语文书后的十字表 找一找其中的行生字 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我找到的行生字有 堂和坯 堂的行旁是提土旁 表示跟土有关 生旁是堂朝的堂 坯的行旁是提手旁 表示跟手的动作有关 生旁是皮球的皮 我找到的行生字有羊和直 羊的行旁是三点水 表示跟水有关 生旁是山羊的羊 直的行旁是木子旁 说明与树木有关 右面的直是生旁 了解了行生字 行旁表意 生旁表音的特点后 接下来 让我们积累一组 励志名句 请你借助拼音 自己读一读这三句话 听老师读一读 请你跟随学习伙伴一起读一读 有志者事竟成 后汉书 至当存高远 诸葛亮 穷且一间 不坠青云之志 王伯 去掉拼音 自己读一读 听老师读一读 有志者事竟成 后汉书 至当存高远 诸葛亮 请你跟随学习伙伴一起读一读 有志者事竟成 后汉书 至当存高远 诸葛亮 穷且一间 不坠青云之志 王伯 自己小声读一读这三句话 想一想 他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有志者事竟成的意思是 一个人有了坚定的志向 并持续不断的努力 事情一定会取得成功 至当存高远的意思是 人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 我不太理解第三句 穷且一间 不坠青云之志的意思 第三句 穷且一间 不坠青云之志 理解起来 的确有一点难度 注意 这里的穷 并不是贫穷 穷困的意思 而是指 遭遇困境 整句话的意思是 遭遇困境时 意志要更加坚定 不能放弃 自己的凌云之志 带着理解 自己再来读一读 这三句话 和老师一起读一读 请你跟随学习伙伴一起读一读 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这三句话的含义 老师给大家准备了学习资料袋 请你轻声读一读 想一想 你收获了什么 听一听 学习伙伴的分享 结合资料一 我知道了 有志者 试敬成 试敬成 这个故事讲的是 一次汉光五弟刘秀派 耿眼去攻打劲敌张布 耿眼已弱胜强 一场生死搏斗后 终于把张布打得大败 刘秀当众夸奖耿眼 将军之前在南洋曾建议平定张布 我当时认为你口气太大 恐怕难以成功 如今才知道 有志者 试敬成啊 有志者 试敬成 这句话告诉我们 有志气的人 只要坚持不懈 事情终究会成功 带着理解 和老师一起再来读一读这句话 有志者 试敬成 继续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结合资料二 我知道了 志当存高远选字戒外省书 戒外省书是诸葛亮写给外省 旁患的一封信 教导他该如何立志 修身成才 志当存高远告诉我们 人应该怀抱高远的志向 带着理解 和老师一起再来读一读这句话 志当存高远 结合资料三 我知道了穷且义坚 不追青云之志 选自藤王阁序 王博在藤王阁序中 先写了藤王阁周边秀丽的景色 后面转而舒怀 感叹自己跌宕的命运 也表达了自己穷且义坚的进取精神 以及渴望有所作为的报复 穷且义坚 不追青云之志告诉我们 生活中总会遇到困难和挫折 面对困难 不要放弃自己的凌云之志 而是应该意志更加坚定 直到理想实现的那天 带着理解和老师一起 再来读一读这句话 穷且义坚 不追青云之志 结合资料可以帮助我们 更加准确深入地理解句子的含义 带着理解自己再来读一读这三句话 和学习伙伴一起读一读 有志者事进成 后汉书 至当存高远 诸葛亮 穷且义坚 不追青云之志 王伯 和老师一起读一读 有志者事进成 后汉书 至当存高远 读葛亮 读葛亮 穷且义坚 不追青云之志 王博 日积月累 活学活用 请你读一读下面的句子 想一想 你会把哪句名言填在横线上呢 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徐侠客一生游历探险 阅读大帝 克服了艰难险阻 最终写成了徐侠客游记 这本千古奇书 后人评价他穷且易奸 不追青云之志 少年时代的周恩来 就立下了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 这就叫志当存高远 华佗从小立志成为良医 因此他爱好读书 不断钻研 最终以精湛的医术 赢得了人们的赞誉 这就叫有志者 事竟成 带着理解 自己再来读一读这三句话 边读边思考 你又发现了什么 听一听 学习伙伴的分享 我发现这三个句子都是有关志向的 三个句子的角度不同 告诉我们 人应该从小树立远大志向 有了远大的志向 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这样才能实现理想 在追寻理想的过程中 不要惧怕困难 要坚定自己的志向 不放弃 带着理解 和老师一起再来读一读这三句话 有志者 事竟成 后汉书 志当从高远 诸葛亮 穷且易奸 不坠 青云之志 王伯 这节课 我们了解了 行生字 行旁表意 生旁表音的特点 积累了一组 励志名句 希望同学们 从小树立远大志向 坚持不懈 坚定意志 直到理想实现的一天 下节课 我们将走进 我爱阅读 了解鲁班造句的故事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